今天早安气象们 首先带您看到好消息 这是成功大学团队 他们研制出的台湾百合一号 Lillium-1 在去年12月 搭载着美国太空探索SpaceX火箭 从加州的范登堡基地发射 校方在今天公布了 您看到这两张 立方卫星满月自拍影像 特别注意到 这是台湾卫星首次 在太空留下了自拍打卡记录 而接着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卫星云图上面您可以看到 整体环境改制偏东南风 晴朗稳定 温度部分比昨天还要再微升一点点 早晚比较凉 日夜温差很大 早起的观众朋友还是要增添衣物 选择洋葱式穿搭了 我们来看到各地温度 今天在清晨跟入夜 普遍还是温度比较低 您看到落在14度到17度 但是今天白天温度上升得非常快 西半部的高温 甚至可以来到大约28度 在东半部今天云量比较多 温度落在16度到24度左右 各地都晴朗 只有今天在这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跟恒春半岛 有这么零星的短暂降雨 但是今天的好天气 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来看到明天周五开始封面接近了 您会发现明天水季开始变多了 明天在整个东半部到恒春半岛 都会出现短暂雨势 到了明天入夜之后 连北部地区也会出现短暂雨 其他地区明天天气还没有太剧烈影响 但是到了周六 雨趋势整个扩大到整个几乎中部以北 再加上东半部地区 周六封面通过 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了 周六会是这几天雨势最为明显的时候 而到了周日周一 注意到今年第一波寒流来报到了 呈现剧烈降温 雨势稍微小一点 集中在迎封面地区又湿又冷 这波寒流呈现鲜湿后干的情况 周日周一于是比较明显 到周二之后慢慢转干 但是会越来越冷 我们从温度趋势图 就能带官朋友来看到 从周六开始呢 首先先从这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开始转为凉冷 您看到周六的温度 在北部地区慢慢从高温25度 降到大约22度左右 而到了周日起 这封面后的这环境是潮流逐渐南下了 您会发现这气温几乎呈现巨幅下跌的雪崩式降温 在冷的时间点 您看到落在周二到差不多周四清晨 温度会降到最低 在整个中部以北 普遍温度只剩下大约6到8度 其他地区低温同样只有8到10度左右 所以这一波的降温将会非常有感 有机会挑战这次入冬最低温的记录 在高山降雪几率也很高 特别提醒观众朋友周末之后就要变天了 要提早做好预寒措施 今天小丁宁提供给您 把握今天的好天气多多晒太阳 今天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 建议选择洋葱式穿搭 在东部跟恒春地区 有局部下小雨的情况 期待雨局备用了 来关心个体详细温度预测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